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囉! 這裡是魔術達人士的打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去年因為瑪麗歐的電影上映 然後我做了一系列有關瑪麗歐的造型 對不對 後來我發現 我漏掉了另外一個瑪麗歐系列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因為我擺攤的時候蠻多人點他的 那當然是誰呢? 那就是 碧雞公主 對 沒錯 公主系列的最多人點了對不對 然後我既然忘了他了 然後這也是 因為我被點了這一次之後 然後我現場想出來的做法 然後在這邊解析給你們知道 好的 我們來解析一下碧雞公主 如果說以那個公主系列來講的話呢 最基本簡單的就是那個Elsa 你回去看 Elsa版本是最基本的 那 那個這一次碧雞公主呢 她除了髮型上 她是屬於長頭髮挑下來的 所以我們後面會再多做兩條 讓她屬於是長頭髮留下來的樣子 然後第二個就是她的衣服 她的衣服 她的公主裝 她是屬於那個有尖頭的 這邊會 可以鋪兩塊很大的 那這個呢 我們就在這邊做一個蝴蝶結 做完之後 我們再往下做 那基本上如果說 要不是那個碧雞公主 她這裡呢 會有左右兩塊 那個算是比較搭配式的那種衣服 會有不同顏色 那其實也不需要做到這樣子 但是我們為了要符合她 所以呢 就是我們在這邊會做兩個圈 當初我有想說 我這兩個圈 我就是另外做好了 但我發現 她做起來就是直接立飄起來 結果跟裙子完全合不在一起 所以這邊我們就要用類似編製的概念 然後把它編進去 才會感覺是跟裙子是一體的 然後她的裙板也是一樣是偏深色 跟這一個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今天重點就是會在這個裙子上 這個裙子上 那這裙子呢 就 方法會比較複雜一點 那我待會就一步一步 教你們怎麼做這裙子 那其他的我就會 速度會加快 因為這個L3那一集 我就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們重點就放在這個位置 好這個位置 OK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做了 好的首先呢 一樣360的膚色做他的頭 先打個兩下 好然後呢 因為他頭髮是黃色的 所以呢 我們用黃色的260 然後打大概4下左右 好然後呢 跟360先綁在一起 然後先拿一個耳結 這耳結很重要 我們的頭髮都是要靠這個耳結來維繫在一起 然後呢 我們的頭呢 我們大概會抓這一塊 從這裡到這裡 我覺得是最 這樣的臉型是最好的 然後過來 然後先 第二個耳結先上去 好 然後這耳結好了之後呢 這裡固定了 然後剩下的 剩下的 360就可以拿掉 好 接下來來回來回 好 來回三條之後呢 我們 我們第四條呢 我們就要做他的那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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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身體的部分 裙子 我們打五下 一二三四五 總共兩條 一二三四五 這時候這兩條 我們先把它綁在一起 先打一個結 然後中間左右各做一個耳結 這樣比較平均 左右割一顆 好 這兩個耳結的 這兩個耳結的左右兩邊各給它一個環結 這環結就是它的尖頭 然後你就把它當作是在做那個蝴蝶結 蝴蝶結 蝴蝶結就是中間一個結 然後左右兩邊 對不對 然後這一條是用這一條做的 這一條我們用這邊做 然後不要做得太大 兩邊要一樣 好 那我們公主身體那個尖頭我們就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中間這一塊 就是做它胸口的部分 好 在這裡呢它會 它會長這樣子 它會轉回去 所以這裡要稍微hold一下 好 盡量不要讓它那個 再分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下面的囉 那做下面的時候 我們先抓 幾公分呢 通常我都目測的 但是也要讓你們知道一下 這一塊大概是12公分左右 這一條12公分 然後呢給它一個耳結 這耳結是底部的部分 好 然後另外一條呢 做起來也要是12公分 可是呢 它中間會有一段 它中間要分一半 所以就是兩個加起來要12公分 大概是這樣子的概念 好 然後呢在耳結 好 好 然後呢 這裡你也要厚好 這裡要厚好 這裡要厚好 好 接下來 你隨便兩條 選一條 給它做一個三角形 那這三角形的長度呢 就是 這三角形就是底部 我覺得至少要再厚一點 好 這底部的這個長度呢 大概是 也是12公分 基本上你把它抓成一個 立方體 然後呢先把它抓過來這裡 先把它固定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再 隨便選一邊 好 那因為這一條呢 很多只能再做一邊而已 那我要用這一條比較長的 好 做兩邊 所以呢 這裡 第二邊 好 好 然後第三邊 好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底下就一個三角形 這三角形就是一個架構 然後呢 旁邊 一邊 兩邊 然後還有第三邊也要出來 但我們要怎麼連到這第三邊呢 我們就要抓一條 好 比較長的 我現在看這一條比較長 好 來 這一條比較長 但是我也錯了 好 現在我比較需要的是 這一條沒有分兩顆的 好 他是可以再上來再下去 所以我還是會用 我還是必須要用這一條 好 好 那我這一條呢 這樣子氣不太夠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 偷吃步一下 我們把氣管偷吃 好 這條讓它細一點 好 好 然後呢 在上面 好 等個兩邊 好 這如果要下來的話 其實不是不行 但是呢 就會有點 有點不太夠 好 那這時候 兩個做法 第一個就直接做 第二個就是直接剪掉 好 那 我選擇剪掉好了 好 好 然後記得這一條 你就要 打結 好 那現在你的 圖像架構 你就要很清楚了 來這一條 還沒做的呢 就要跟這一條 是一樣的 好 所以 要 可以怎麼做呢 我覺得你可以把這一段剪掉 因為其實這一段 我們也用不到了 好 如果它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用得到 但它現在在這裡 我們用不到 好 所以這一條呢 我們繼續再重新灌一次 就是 它的飽滿度才會是我們要的 好 所以其實 要不是因為碧雞公主 可以不用那麼麻煩 它的裙子可以不用那麼麻煩 好 好 所以 你這樣子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先把這裡剪掉 好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塊 這兩條分一半的是正面 這個兩條的 沒有分兩邊的是正後方 好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用桃紅色的 我們要把那兩片 上面那兩片圈圈把它做出來 然後 先隨意打就好了 反正一定會把它剪掉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從這邊開始 好 這時候 過來 好 長度大概抓一下 然後讓它是橢圓的 你不要跟它一樣 好 然後 繞進來 好 繞進來之後呢 一樣 它怎麼過來 你就怎麼過去 然後可以的話 往下繞 讓它真的是可以繞一圈 好 所以這樣子 一個圈圈結束了對不對 來 請你繞第二個圈圈 然後往下繞 好 那這裡 過來之後 一樣 到這邊來 好 到這裡之後呢 你這裡就可以剪掉了 好 好 我們左右兩邊的圈圈 做出來對不對 但是呢 底下太空了 怎麼辦 好 我們就用那個 第三條的 粉紅色 粉紅色 把這些空的位置 把這些空的位置 統統補起來 所以呢 我們一樣 先給它 大概四下就很夠了 好來 然後所以我們要補的地方 是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對不對 對 那我們就從這裡開始 從兩條的這一塊 這一塊 把它當作頭 欸 喔 還好我剛剛有拿去 好 然後 選一邊 從這邊進 從這邊過來 就可以把這一塊補滿了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可以用穿的 穿過來 然後在這個節點 進來之後呢 我建議你還是繞一圈 拉一圈比較穩 拉一圈比較穩 好 那這邊呢 你就直接給它一個 一個 一條過來 彎彎的 這樣子 完成 從這裡 跌到這邊來 可以的話 可以的話繞一圈 好 然後 這邊 再把它接過來 尾巴 接到後面來 那因為這邊有耳結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繞 好 剩下的就剪掉 然後 然後盡量讓這三條出來 因為待會呢 這三條 會 會繞著它在做那個 最底下的 好 好 所以裙子我們可以把它 擋起來了 幾乎都擋起來了 對不對 好 好 那最後呢 我們剛剛用一半的 桃紅色 我們可以繼續做 大概一下到兩下左右 然後呢 我們就繞著底部這三角形 每一邊給它三顆 每一邊給它三顆圓球 好 可以這裡 一顆 兩顆 三顆 好 這裡兩 一顆 五顆 三顆 好 最後 一顆 喔 好像不剛好喔 兩顆 三顆 欸 剛好也是我小尾巴 好不好 然後我打結 太棒了 好 然後稍微做調整一下 所以我們的裙子 是不是就完成了呢 好 那接下來呢 它是不是前面有一隻手 那手的話呢 你就用 160的 好 你用260的 會太棒了 然後為什麼會用白色 是不是 那個 你還記得碧姬公主 她是穿很長的手套 對不對 而且那手套是白色的 所以你只要 拿個一下 就可以了 好 然後 然後 她的長度 她手的長度呢 大概 我會抓 大概10公分左右 抓兩隻手 左右各一隻 然後這裡記得要 打結 打死結 OK 然後這時候呢 把它裝在 這個位置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 從裡面進來 可是呢 你要記得 這邊是 後面 所以你要換個方向 好 換到前面來 然後 手盡量在兩個 尖頭的裡面 尖頭的裡面 然後這一塊要露出來 因為到時候這裡要裝一個寶石 好 所以我們 身體的部分 完成了 那我們呢 再把我們的頭 裝上去 那裝上去的時候呢 就是 這一個 這一條 然後要接到這邊 好 要接到裡面 上面 然後再接到另外一邊的耳朵 然後再接到另外一邊的耳朵 好 有沒有 其實這樣大概完成九層了啦 好 但是我說過嘛 我要給它長頭髮 所以呢 來 我們再灌第二條 把它頭髮變成我們要的樣子 大概打個四下就夠了 好 好 好 夠了吧 好 來 首先 一樣 我們綁在耳朵上 然後 大概在這個位置 在它的中心點這邊 好 做個結 然後呢 再抓過來 抓過來的時候呢 要剛好在中心點 所以呢 我們先抓好 兩邊要一樣長 好 但這樣子有點不夠長喔 所以我們還會再抓一點點 好 然後這一邊呢 會再更拉長一點 好 然後再拉過來 好 尾巴拿掉 但你可能會問我說 為什麼要把下面的拉上來 其實我覺得沒拉也可以啦 只不過我會覺得這樣子好像有點 太呆板了 所以呢 頭髮要讓它有點層次 對不對 所以我就這樣子拉 感覺好像後面也做了一些造型 的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好看多了對不對 好 好 然後呢 它是有帶耳環 所以呢 我們再 加個藍色的 好 做它的耳環 真的我們把很多細節都把它做到了對不對 所以啊 氣球你要 你要做得很細節是沒問題喔 但也會非常花工夫 所以我在外面呢 我 不會做到那麼細啦 好 但因為這是教你們的 好 所以你們在家 你們想要做 細節要做多大 多細都可以 好 那就是給它一個 小球 好 那小球你要大概自己量一下 好 就是大概是 耳朵耳環的大小就好了 好 好 就一樣 這樣 綁兩個 平節 變成一顆球 好 這兩顆呢 我們就把它裝在 耳朵上 繞起來 這邊也是 好 好 那最後呢 把它畫上眼睛 公主的公版畫法就是 一個橢圓形的大眼睛 然後呢 在兩個眼睛中間 一個小小的微笑 好 好 然後呢 用紅色的 在它左右兩邊 各點兩點 做出腮紅 基本上 臉就這麼簡單 然後呢 有一個部分 原本我是用畫的 就是它中間的寶石 但因為今天藍色的那個 藍色的遊戲 不在身邊 所以呢 我就用硬的 你可以用貼紙貼 然後也可以用畫的 好 所以呢 你看 我們的 碧姬公主 就完成囉 除了皇冠 皇冠 我本來想做 但是呢 我發現做了之後呢 沒有太好看 好 所以呢 我就把它省略掉了 你看 該有的耳環 還有它胸 胸前的胸針 還有 它 該有的左右兩片 統統都有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的 碧姬公主 有沒有比我們 艾莎公主難度高很多呢 好 所以呢 公主系列 就多了一個造型 讓你練習 那如果說 你有缺的氣球材料 歡迎下方商城 參觀選購 那接下來 該你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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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